下来跟进联航公司My Airline 和投资公司I-SERF的洗钱案 如今再有三名涉案者 获得警方批准保释 其中两名男女在昨天傍晚 已经保释外出 另有一人今天下午 严扣戒满保外 全国警察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纳杜斯利南帝今天发文指出 已经获释的33岁女子和48岁男子 已经在昨天严扣戒满保释外出 另一名30岁女子 则是在今天严扣戒满 而在上个星期五 一名62岁的涉案男律师 同样在严扣戒满获准保外 无论如何警方随后 再度传召这名律师陆供驻查 加上这4人 警方在My Airline洗钱案中 一共逮捕了8人驻查 警方是在10月18号 直接前往沙亚南 逮捕My Airline的57岁 联合创办人和大股东 还有他55岁的妻子 以及26岁儿子的驻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